各位八年級的同學 我們繼續在討論 現在老師還是要延續剛剛的問題 我們剛剛是延續什麼問題呢 剛剛是終點跟重心的問題 這是兩邊的三角形這兩邊的終點 然後還有正方形重心的問題 就是這個問題對不對 接著我們先來看一下 因為之前有學長解 連這樣子 順便看一下 我們一般看到的是 你看這個學長解 他們畫的圖形比較另類對不對 他們是畫什麼呢 他們是畫三個三角形 三個三角形 他不是取這邊的終點 不是取葉佛 他是取第三個三角形的終點 然後也取這個正方形的終點 然後呢 之前有一個學姐 他找出這樣的結論 然後呢 發現了一個問題 這兩個長度是他覺得 他認為這兩個應該一樣 就一兩果然一樣 那同學看一下 這邊很顯然這兩個如果看起來一樣的話 那這個角度是幾度呢 我們又可以探討一下 這個角度看起來好像特別角對不對 所以那學姐呢 我們看一下 學姐就很敢的猜 文三的小學姐 我們的學姐 雅軒姐就這樣猜 他認為這兩個長度一樣 而且他還互相垂直 互相垂直 那我們可以思考一下 你會怎麼樣正 你覺得你會怎麼樣正 你會怎麼樣正 如果只單純的靠這兩個應該很難 應該很難 沒有畫任何輔助線大概出不來 不過我們可以先思考問題 你覺得MP會跟哪個東西有關 因為這裡M是AC的終點 然後P是CD的終點 所以同學會想到 對 我們要盡量考慮 三角形兩邊終點連線 所以很顯然同學會怎麼樣做想到對不對 好來 同學第一個我會是會先 思考連結S A珠 請問一件事 我們連結A珠以後 很顯然我的MP就會等於這個的多少 AD的2分之一 那我要證明這個比較藍的淺藍 淺藍的這個顏色 這個MN線段 要跟他一樣 那不就是證明這個長度跟這個長 是這個長的2分之一嗎 那同學想一下 剛剛有沒有做過這樣的問題 有對不對 就是這個主題 這個題目問題的上面那一題 我們是不是做了這件事 所以老師就分解析到這邊 所以同學看一下 最後是不是回到這個問題 最後是不是回到這個問題 同學你認為是不是這個問題 對啊 因為我們剛剛是連接這一條 是不是連接這一條 那不就是這個問題了嗎 好來 所以請同學思考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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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